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刚刚过去的4月29号 是北大才女林昭遇难50周年的忌日 近日来人们以各种形式悼念 这位死于毛泽东时代强权暴政的弱女子 她对自由和独立思想的追求 对专制和独裁体制的批判 以及她在狱中惨绝人寰的遭遇 激励越来越多的人思考和探索 为什么共产主义政权 容不下一丝不同政见 为什么强大的国家机器 要扼杀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对自由的向往 林昭已被平反昭雪多年 为什么每逢近日当局都如临大敌 为什么她自由的灵魂至今仍然带着枷锁 今天时事大家谈 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 观众 以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 参加节目的是纵览中国网刊杂志主编 陈奎德博士 陈博士您好 您好 各位听众好 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 萨哈罗夫国际人权奖得主 维权人士胡佳 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谢谢VOA China 50年过去了 人们不仅没有忘掉林昭 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 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纪念这位北大才女 首先我请问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 人们为什么要纪念林昭 我想在我看来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林昭女士 他是中国的所谓思想罪言论罪 最典范的一个案例 一个代表 同时他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 成先起后的一个典范人物 大家知道在1949年 中共统治中国以后 中国的思想界 知识界受到了严酷的镇压 基本上人们都不能发出声音了 大部分的过去的自由主义分子 都到了欧美 都到了港台 都到等等地方 所以这个思想 中国人的思想被控制 被禁忌了 沉没了七八年 到了五七年 天鹅这声音发出来了 特别是在年轻的一带中间 林昭成了一个非常典范的人物 是一个非常悲壮的 辉煌的一个代表 而且所以他们称为林昭的声音 是天鹅之歌 也把他称为中国的圣女 这是一个 他具有世世代代 对中国人有一个激励作用 另外一点是和当下的中国的情势有关系 中国当局目前某种族正在开倒车 想回到毛泽东时代 也就是林昭所处的那个时代 暗无天日的 无法无天的这样一个时代 所以中国有些知识界的人 中国人都想借林昭 这个毛泽东时代最惨绝人寰的案例 来教自己心中的快乐 来抗议当前的倒退行为 我想这恐怕是目前大家对林昭还仍然具有这么高的热情 来祭奠的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在我看来 好的 那我来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 您怎么看林昭女士 他的思想和追求 对您以及您周围的人都有什么启示呢 林昭呢 他首先他的这个名字得来双目之林昭 是刀在口上之日 他自己曾经说过 无论是刀在口上也好 刀在头上也好 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他本身起这个名字 就是一种莫大勇气的表现 那么林昭 从我年龄来讲他是前辈 因为他跟我爸爸一样都是五四年考上清华北大的 然后在五七年 我妈妈也是那时候一起就被打成右派 但是他演进了右派中最惨烈的那种经历和结局 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父母 这段硕锅仅存的右派夫妇 我在想林昭女士 如果她过一种相对不那么激烈的 就是说如果她真的去做过检讨 或许她能够生存下来 她那种选择也可能还会有自己的家庭和子女 但是她没有 她舍身取义了 在这方面的话 可以说整个右派那个群体 那个五十多万人的群体 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最重要最闪亮的符号 就是这位女性 这位可以叫被称为中国的圣女的林昭女士 她让给我们树立了勇气和对真理追求的标杆 好的 那么现在有网友评论进来了 一位叫爱得超的网友 他回应两位嘉宾的说法 他说从三反五反到反右 再到大饥荒 文革六四 镇压法轮功 在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中 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人 不计其数 就是在平时被冠以反革命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 死于中共枪下的人人志士 更是不胜美举 林昭是抵抗极权暴政的英雄 我们祭奠她的同时 也要祭奠那些敢于直言 为中国自由民主而现身的英雄 我们来继续讨论 谈林昭恐怕不能不谈 她的身世和遭遇 刚才胡佳先生介绍了一些 那我来请教陈奎德博士 有人说林昭女士的血泪经历和遭遇 本身就是对毛泽东时代 中共暴政的最有力的控诉 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当然 这是林昭的遭遇是最典范的当时 而且正如刚才胡佳先生也说到 它是最惨烈的一个案例 而且同时它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坚决的 毫不妥协的维护自己思想独立 思想自由 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 这样一个典范 所以说是它就带有某种相当普遍性的 而且是超越性的这一种含义 所以林昭的遭遇 也就是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苦难的一个缩影 一个集中了的而且邻居化了的一个高度缩影 这些苦难不光是说肉体上遭受的这么多苦难 还有精神上遭受的苦难 这两者都结合在林昭的身上了 所以它某种意义上也是知识界的灾难的一个典型象征 它充分地显示了毛泽东那种暴政的 与中国人为敌的本性 也显示了它赤裸裸的一种反制主义 就是吹捧所谓的高贵者 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 读书越多 就是说反制主义 毛泽东时代这个反制主义 共产主义本身是具有相当强烈的反制主义特点 但是毛是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里面 特别反制的最反制的一个政权 而且它是用了一种所谓的洗脑式的 比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还要严重的多的 非常残酷的一种洗脑的方式 要所谓改造一个人的灵魂这样一种方式来反制 所以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文明的一种挑战 对知识的一种挑战 所以林昭成了他的反例 成了他的对立面的一个最彻底的 一个最英勇的一个反抗者 所以它具有相当长久的 很久的一种意义 好 我来继续请教胡先生 有人说林昭受迫害的经历和遭遇 本身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共政权 他不希望重提这段血淋淋的历史 什么样的政权才能够对一位 持不同政见的弱女子 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 胡佳先生 这当然是一个大搞个人崇拜 一个塑造核心与领袖的政权 一个把所有不同的声音都视为异端 然后要带上枷锁和以火焚制的政权 同时它也是一个要用党性去压倒人性 去泯滅人性的这个政权 一个靠谎言恐怖和暴力来维持它的 专政利益的政权 这就是现在我们中国的共产党政权 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习近平的时代 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度过1984这个年代 这样我们所有所有的那套体制的话 只不过是在程度的不同章章性质的话 依然没有半分的改变 所以林昭女士 以前她所面临的这种遭遇 那现在这个时代的话 只是换用别的方法 用别的形象来加以呈现 来加以不同形式的呈现而已 好的 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网友 听众观众还有网友 等候在节目当中 希望我们把他们加进来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先来接电话 首先是河北的傅先生 傅先生你好 你好 许波 你好 请讲 傅先生 你好 我是一位基督徒 林昭女士不仅是一位有独立人格的民主英雄 她还是一位基督徒 我想她的死更激励了今天广大受逼迫的中国基督徒 主耶稣说 世人若恨你们 在恨你们以前就已经恨我了 加油 中国的基督徒 上帝不会忘记你们的 谢谢 好的 谢谢这位河北的傅先生 另外我们有许多网友的评论 我给大家选读一些 艾德文陈这位网友说 林昭是中共改革的风向标 只要中共不公开林昭的真相 中共的改革就是假的 现在中共高层在做一个梦 他们梦想自己能够长期执政 直到大多数人都忘记林昭 但美国人和自由派不会忘记 中共必须把美国人的思想统一起来 他们不明说 这是他们现在做不到 而不是他们不想做 现在中国人的思想日益多元化 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人群当中 会有不同的解释 那么林昭也不例外 比如说我现在我们也有一些网评 他们对林昭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这位叫孤独中土 他说每个时代都有弄朝儿 也都是垫脚石 说他是英雄有些过了 那个时代这种人多如牛毛 乱世用能凭则去换 盛世为中 庸者自从 天下大乱当然用人才能够平定天下 得天下之后的权力斗争 有能力的人是被铲除的对象 太平盛世要的是忠臣 庸禄的人才好驾驭 林昭恰恰是美朝美代 杀功臣的那个时段 我们这位孤独中土 这位网友他显然认为林昭可能是生不逢时 那么我们确实有些人跟这个孤独中土 这位先生持有同样的看法 比如说他们说林昭思想超前偏激 甚至有精神病 这些都导致了他的悲剧 那么陈先生 我请教您的看法 大家知道一个社会在思想超前 先知先觉者 容易被一般人看作是反常状态 甚至被看作精神病 这在任何社会都不例外 都存在着一种现象 但是在共产党国家 这种现象是非常不一样的 和一般的国家的情况还不同 正如像大家知道 苏共头目赫鲁晓夫当年就说过 在苏联境内没有不赞成 苏联共产党的人 没有不赞成共产主义制度的人 只有精神病患者 也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政治上的异己 政治上的不同 都统统变成生理上的心理上的疾病 说是精神病患者 这是大家要注意到的是 这还是在共产党统治相对开明的时期 也就是赫鲁晓夫当政的时代说的话 我们看看林昭的遭遇就知道了 在林昭生前被关进监狱的最黑暗的 中共的毛时代 当时上海的精神病院院长 为了保护林昭还说过 他说林昭的精神上有所不正常 那个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说是要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犯等等 但是这个医生的说法不被当局所承认 而且认为这个医生是在包庇反革命 最后这个院长最后一遇成疾 遇遇而终 但是在林昭遇难12年之后 也就是他所谓改革开放初期 1980年代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期 上海的高级人民法院就是这样判定 他说林昭为什么要平反呢 是因为他有精神病 是有以精神病为由 当时的话1980年宣告林昭无罪的 也就是说林昭成为精神病人 甚至是对他所谓的待遇的一种提升 当然大家知道 现在所有的材料 这么多资料证明 林昭当然不是精神病人 他是一位先知先觉者 他是一位坚守原则 特立独行认实理的人 当然在一个任何社会认实理的人 坚持自己原则的人 是有时候会受到孤独的 但是他是有一个大智慧 大德行的 赤子最新的 我自己专门为林昭这个 被别人说成是精神偏执 甚至没有精神病人 说很长的文章 我想我这不详细讲了 但是林昭这样一种先知先觉者 对于这种刚才说到的 所谓的精神病人这种侮辱 是一种非常的重大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明一个社会 他要前进 他对他的先知 他对异端要采取什么态度 越是一个社会越能容忍异端 越能容忍先知先觉者 那么这个社会的包容性越强 他们他的宽容度 他的文明程度就越高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案例了 我就不再多取了 好的 我来请教胡先生 也有人认为说林昭的遭遇 是一种极个别的现象 不会发生在绝大多数人的身上 那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共产党在反右的问题上 直到现在也没有给右派平反 他只说是改正 而且他从来不承认反右是错的 是犯罪 他只承认是反右扩大化 那么他在里面提到过一些 没有平反的那种 就是或者是没有改正的这个右派 似乎那就是一些个别现象 对林昭而言的话 现在也有这种说法 就是林昭这个 他的遭遇是比较突兀的 是一个上海当局所做的这种暴行 这个包括他在里面的这种酷刑 和后面受他子单费啊 这些做法 但是如果我们在历史的 这个剥开历史的迷雾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加鞭钩呢 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几万的右派 有多少没有能够 在这个反右结束之后 回到自己的故乡 没有得到改正 就撒手人寰而去了 五十多万中国最优秀的社会精英 他们只不过是想真话 说出一些常识 就面临这样的遭遇 这是个别现象吗 哪一个国家 能够把五十几万人的这种遭遇 作为个别现象来看待呢 那只有共产党会说 这种没有人性的这种提法 好的 我们继续来接电话 这个首先是天津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就是那个林昭是什么事情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他应该是当时提倡什么民主吧 有一点西方的民主是以强大 夺取了世界的利益 才有的民主 他们可以维持 中国没有那份能力 他维持不下去 在那个年代 这种林昭 只会让这个国家更为败往 像什么印度啊什么 你看看他们走的这种民主 就是这种下场 好的 谢谢你 天津的王先生 显然您是不太了解 这个林昭的这个事件的 这个来龙去脉 但是我们什么言论都可以发表 在我们节目上 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你好 是说我吗 是你河北的李先生 您 对 我就就刚才那个天津的 所谓王先生 做一下回应 我觉得这个王先生 完全就说的 中文就不对 就是 其实中共八十年代以后的历史 很多地方值得肯定 他居然去肯定 八十年代之前的那种 红色恐怖的历史 真是不可思议 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 居然说 其实八十年代所谓的反右 这些东西 跟民主根本就没有关系 并不是说不民主导致的 完全就是一种红色恐怖下 造成一个悲剧 好的 我们现在呢 我们来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吧 白眼革命 这位网友说 林昭啊 第一次听到 还是从重庆韩梁的视频里 如今韩梁也被抓入狱 韩梁估计都有七十多岁了 想到还有众多的良心犯 实在是觉得异常沉重 看看中共的盛事 讽刺不已 自八九六四以来 中共政权暂时的稳固 确实有许多方面的原因 有一部分是得益于 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 让大多数人们的生活 在短短二十年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共归功于自己的改革开放 科技的发展是双刃剑 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科技让很多的权力腐败 也以更小的代价奴役了更多 消气闭塞的民众 杜三元 林昭的狱中血书 经过数十年 还是患不醒中国人 傅政辉 一位当年的老优派曾经说过 当时有两类学校最容易出共产党 一类是师范学校 因为都是穷人子弟 另一类是教会学校 富家子弟里有人因为理想而投身革命 自己与自己的阶级决裂 但这样的人终身坎坷 林昭就是第二类子弟 他的悲剧是时代性的 但如果中国不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 这样的悲剧虽然消沉了 仍会不断重演 终至星火燎原 不可收拾 那么刚才杜三元这位网友 提到了林昭的《狱中血书》 我们谈谈这个血书吧 这个林昭他以自己的鲜血代墓 给我们留下了数十万字的记录 我们谈谈这个问题 陈先生 您说的是我 是您 陈先生 请您 是林先生 对不起 陈先生 是 那个 林昭的 他的整个生命的历程 大家知道 特别是后半生 是非常的悲壮的一个历程 大家 恐怕在监狱里面 他没有办法写作 但是他又有非常多的想法思想 同时他和在同监狱 还有一位姓渝的女犯 是一位基督徒 他们互相交流 他也受了基督教的很多的影响 所以他不光是说自由思想 都是刚才 正如刚才的一位网友说的 同时他也是一个基督圣徒 这样一种精神 来进行他的自己的思想搏斗 没有办法写作怎么样 就把这个 把自己手指咬破 用血来写 写了很多很多的 现在非常的感人的一些东西 我当然这个 因为时间关系 不可能详细地讲这个过程 反反复复地 他给老百姓写信 给人民日报写信 给中共中央写信 要表达他对社会现象的看法 表达他对中共专制集权的 愤怒和不满 表达他对整个自由的那种向往 还写了很长的尝试 例如普罗米斯 米修斯之歌等等 非常的动人的 所以说这样一个 从来没有在任何的 中共的那种监狱的 这样残酷的破坏下 低头认错 所以在我看来是 似乎是个奇迹 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大家知道 人的生理所受的限制 生理心理所受的限制 它在非常残酷的压照下 难免的 这是人性 这难免都有软弱的时候 难免有所谓的 现在很多朋友 大家也看到了 在电视上 有些过去是非常的坚强的 抗击中共暴政的人 但是被改进玉里以后 被中共强制着 我不知道是用枪笔着 还是用什么方式 反正是用大的酷刑之下 在电视上做了一些 违背自己 自己真实意愿的一些告白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完全不能当做 他本人的意愿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人性 但是林昭年 这个东西都没有 所以它是一个 非常超凡脱俗的 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 这样一个坚强的女子 所以她的事迹 为什么会世世代代 经历了50年 还仍然在大家的关怀之中 她的坟墓 为什么还专门 用摄像头来造 如果任何人 要去祭奠她的话 都会进入中共国安的 档案里面 将来这个人会有麻烦等等 这么多年了 林昭的形象 一直还是鲜活地 存在中国人的 特别是中国 相当多地了解 林昭的这批人的心中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件 所以称她为 圣女是不为过的 因此也有 当时80年代 有一首诗说的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她说她的头颅放在天平的一方 亿万中国头颅 顿时失去了重量 也就是说她 她这一个典范 她这个精神的典范的重量 超越了所有的人 而且层层地压制了 中国的当时的这个精神病 好的 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胡佳先生 从这个林昭 以血带墨留下的这个文字来看 您看他像精神病患者吗 当然不是了 我觉得有些人 想让自己清醒过来的时候 往往就是咬一下自己的手指 那么他是在用 在没有任何笔墨的情况下 用自己的血去写这样的文字和思想 我不知道 就是说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 我听到过一些写血书的人 那么从字数 从给我们留下的这种精神财富 来看待的话 林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而且我认识了很多右派的前辈 他们也都说过 自己在当年代的时候都做过检讨 而他们所知的 唯有林昭这个女士 是从来没有做过检讨的 我觉得一个个人在对抗撒旦的时候 用自己的鲜血来表达决心 然后著述思想 去形成自己的这个军阵 这是不可想象的 在我的思维中的话 我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气 就像他这样做的 所以林昭女士 我觉得有你的存在 我们所有人的话 都显得是那么怯懦 好的 大量的网友评论 给大家选读一些 玉玺 林昭是一个时代人民反抗暴政精神的象征 看看现在那些为暴君独裁 唱赞歌的红粉 希望我们这一代人 别让林女士失望 老鱼 他说中共直到现在仍然惧怕林昭 说明了中共貌似强大 而实际虚弱的本质 林昭及追求的独立思想 将永垂不朽 如楼 这位网友说 共产党对付各种人的打击手段和用行 各不相同 他们甚至在这方面都能拿出专辑 这一点很多人情同身受 所以很多历史先辈给我们很多教训 我们积极地吸取经验 这样才能找到解决共产党的办法 Paparossi史 这位网友说 林昭身上的枷锁是中共强加给他的 中共的独裁统治土崩瓦解之时 就是林昭身上的枷锁 解除之日 中共禁止民众纪念林昭 就像中共不允许民众悼念刘晓波 是一曲同工一脉相承的 赵Daniel 他说中国最悲哀的地方在于 林昭为了自由献出生命的 几十年之后 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在用自己的牺牲 去争取自由 希望中国早日走出禁锢人们的地质 迈入光明的未来 YouTube CEO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 绝对不敢搞政治改革 这些石锤为天下人知晓之后 根本就无从洗地 另外还有听众网友们在线上等候 我来接电话 天津的郑先生 郑先生你好 好的 好的 谢谢天津的郑先生 江苏的杨先生 杨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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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的杨先生 请抓紧时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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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抓紧时间 杨先生 我今天范围说小一点 说过简单一点 我就是对苏州的那个 清军的那个王先生 我那是你们美国精彩的 中视的观众 但是清军的那个王先生 我看过他几次的电话 那个表态 我感觉他是善良处 什么都不懂 你知道林昭阿姨 我都63岁了 我叫他阿姨 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呢 他是苏州人 是人民大学 还不是清华大学的高台生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女的经历 但是他经历过58年 叫6年 20年的年代 然后他看清了毛泽东的嘴脸 他感觉刘少奇 邓小平 这个叫治国 是不错的 所以他坚持自己的真理 但是他们共产党 树立着典型刘富兰 江姐要高上100倍 所以我劝天津的王先生 你不懂 你就少扯淡 好的 谢谢江苏的杨先生 其实刚才我们那位 天津的王先生 他在开场白的时候 他就说他不了解林昭 最后天津的爱先生 爱先生你好 您好 我在这里说两句 美国之源请的一些专家 在说中国的问题上 总是正义凛然 但是如果说美国的问题 像以罢问题 一个字就跟被美国阳割了一样 装装作哑 好的 谢谢 美国这么关心中国的人权的话 那么为什么 好 谢谢天津的爱先生 什么言论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上发表 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友评论 我们今天的网评实在是很多 独树一帜 这位网友说 林昭是反暴政 反暴军的民族英雄 他是人们心中真正的英雄 他在狱中写了50多万字的控诉暴政的血书 他收到法西斯血腥迫害令人发指 改变 这位网友说 林昭的死告诉我们中国人 共匪的无耻邪恶 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独裁政府能比 实现中国民主宪政 只能推翻独裁政权 别无他法 以说教或理想的认为 他们还会还政于民 那就是痴心妄想 白日做梦 刘汉 我们还有一位网友 他说林昭是当时的另类 思想多元 言论自由是现在的潮流 谁反潮流 谁就成了现在的另类 大陆政权应该允许另类的存在 但位高权重的毛泽东是另类 让中国大陆偏激了好多年 好的 那我们就接着这位网友的说法来讨论 有人说林昭和张自新等人的遭遇 只有在封闭落后的毛泽东时代才能发生 而现在说是社会在进步 共产党也有所不同了 那请教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说这句话的朋友 他恐怕患了健忘症 忘了刚刚过去的去年7月13号 刘晓波先生就是在全世界的重物 魁魁之下 硬是不准保外就医 不准在外面接受更好的治疗 眼睁睁地在沈阳的一家医院去世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 例如彭明先生在监狱里面 莫名其妙的 他原来的身体非常好 莫名其妙的说是突然说是得重病死亡了 所以种种情况看来 在本质上现在的情况 有些基本架构是和过去是一样的 虽然确实应该说 现在的中共当局和毛泽东时代 在有些方面是有所不同 特别是在经济政策和社会生活方面 但是在对待政治言论方面 基本上是同样一个制度架构存在的 当然他可能不采取原来那种方法 例如直接的枪杀 这种在我看来好像是很少了 但是他可以用其他的种种趋里拐弯的 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迫害政治意见者 迫害不同的人士 迫害思想自由的人士 所以他有些东西是基本上还是没有变的 所以说要倒退回毛泽东时代 并不是说像我们过去想象的这么困难 是不可能的事情认为 我们看看习近平先生当前的一些作为就知道 在中国这个基本的架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要倒退到那种血腥的毛泽东时代 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好 那我请教胡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林昭现象或者林昭悲剧 还会不会在中国重演呢 我想就是说林昭身边的朋友曾经说过 说出常识你就是反革命 是在毛泽东的时代 但现在是说出真话你就是山巅罪 这是在习则东和毛泽东的时代 那么以前的话 他可以有许许多多的那个政治运动下达的这种命令 就可以把你关起来或者批斗致死 但现在他有更严谨的刑法呀 有国家安全法呀 还有他非常有成体系的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国保部门 这些政治警察机构啊 他有强大的天网工程 这个血量工程 还有各种监控手段呢 那么不是会不会重演的问题 是我们每时每刻 每日每月每年 每一代人都在重演着这个 这个演进的过程 而且今天 就是包括昨天吧 我在这里跟您通话的时候 因为海外发起了所谓五一共振 我们就被软件在家里 那么这种东西有法律依据吗 完全没有 那这个这种命令的话 不是跟毛泽东时代是一样的 他只要想限制你的自由 他就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 用任何手段去加以剥夺 林昭呢 他已经被平反昭雪多年了 可是现在为什么中共当局 每逢林昭的忌日或者明诞 就都会非常紧张 有时候还如临大敌呢 陈先生 因为他这种所谓平反昭雪 大家知道很快就过去 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加紧控制 并没有充分的自由的 揭示当时的真相 自由的辩论 当时的毛泽东时代的 他整个政权的性质 是怎么样的性质 没有这样一个充分的 自由言论的环境 来把林昭当年的全部真相 和责任者揭示出来 所以这个案件并没有完结 这个案件在中国的历史上 并没有结束 他的真相的完全曝光 他在整个世界面前 他的政权所作所为 包括二十几千万人 等等等等 所以只要在中国 在全世界面前 没有真正的揭示出来 那么他觉得这个言论 如果出来的话 包括林昭事件 仍然是对中共 有颠覆性的作用 颠覆性的影响 所以他仍然 五十年了 仍然控制这些案件的 真相的暴露 所以也说明 现在的国家性质 和当年在有些根本的方面 并没有什么不同 好的 所以他不敢让其他的人 来自行的捣链林昭 也是害怕 这个整个政权的 基本真相全部暴露出来 好 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 有观察人士说 邓小平时代的 胡赵江 胡赵江胡时代 就是胡耀邦 赵紫阳 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 林昭还能好过一些 而进入习近平时代之后 林昭他似乎又被专政了 他渴望自由的灵魂 似乎仍然被套上枷锁 那您有这种感觉吗 胡家先生 可以说在习近平执政的 过去五年来 对林昭的纪念活动 一直是采取强力打压的 这个在苏州灵山 林昭的墓地 那边有监控探头的 每年的4月5号清明节 以及4月29号 林昭这个罹难纪念日 还有在北京昌平的 这个严正学先生的家里 叫铁玫瑰园 那里有林昭和张志金的青铜塑像 在这个两个地方的 这种打压行动是非常集中的 而且采取的手段也是 就是说警告 驱赶 殴打 然后抓捕 这样一系列的方法 所以说 的确 我们看清了 原来毛泽东 他虽然离开了 但是他在习近平身上 又还魂了 好的 那么林昭 好的 胡佳先生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 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 以及回答网友 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陈奎德 和胡佳两位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 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听众观众 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 关注热点话题 习近平力推 200岁的马克思 能解决中国问题吗 好 我是许波 下次再会